如果你不殺我嗎? 我就殺你 什麼? 是不是很殺驗? 到底人性可以毀滅到什麼程度? OMG 歡迎來到HiLiDey,我是台灣妞 我是喜娜 又到了社會時事議題的單元 久違的合體 對 超久違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這案子 其實我之前就已經有看到過 查了非常多的資料,我都查不到 這份案子是我很難得的 只用了一份資料 直接來講 這個案子在韓國有一個連鎖的綜藝節目 叫做勇敢的刑警們 Netflix上面就可以看到 台灣是沒有這個節目的 新聞資料 其他的那種整理的部落格 那都是二手資料 就會比較擔心會跟案情有所出入 但是因為這個節目 他就是由擔當案子的刑警出來講 他當初怎麼辦這個案子的 我覺得參考性就比較高 那是很新的案子嗎? 2018還蠻新的 我覺得還蠻離奇的 到底人性可以毀滅到什麼程度 在2018年的8月6號 接近半夜的時候 有一個驚訝的男子 他慌張的衝到警察局 要求警察庇佑他 保護他這樣子 因為他看起來實在是太慌張了 臉色發白 然後不停的在發抖 所以警察就讓他先坐下來 然後給他一杯茶讓他冷靜一下 表示說我們會保護你的 然後這個男生就一直講說 有人在追殺他 警察就說是什麼樣的人在追殺你 他就想說他之前在韓國的一個求職網站上面 看到了工作輕鬆高收入 做完這份工作就有2億元的酬勞這樣子 看到了以後他就很心動 所以他就聯絡了這個刊登廣告的人 就沒想到這個刊登廣告的人是要求 他去殺害他的親生媽媽 2億元相對於現在的物價的話 大概是台幣500萬上下這樣子 這個金先生他一開始有拒絕這個交易 但是普姓的這個僱傭者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不殺我媽我就殺你 這個金氏他後來有實地的企圖 就練習殺人這件事情 練習了兩次他發現他真的做不到 普氏就跟他講說 就你都已經知道內容了 如果你不接這案子的話我就會來殺你 就是被普氏追殺 所以他才會叫警察去報案要求庇護這樣 警察聽到就等於是來舉報的嘛 就把這個普氏傳喚盜案 那這個普氏盜案的話當然全盤否認 才說我沒有僱傭殺人 我才沒有僱傭殺我媽媽 那個人在亂講 警察當下就先把他的手機給扣下來 在手機裡面並沒有發現到什麼特別可疑的東西 但是呢 警察的地理有感覺到不正常的 其中一封簡訊 在幾個月以前 有一個警察局發了一個簡訊給他說 請你趕快提出某某某的診斷書 那這個某某某是他的親爸爸 根據這個內容看起來呢 就是他的爸爸出了車禍 然後現場也報了警 因為警察要辦案 所以才需要診斷書這樣子 就本來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個線索 由於他現在雇傭殺自己的媽媽 爸爸幾個月前又出了車禍 他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有蹊蹺 這個不是男的女的啊 男生 兩個都是男的女的 所以呢警察就先調查這個爸爸的車禍 果然他們就查到了一件非常不尋常的事情 開車撞到他爸爸的人是 性吹的人吹噬 在車禍之前 跟這個普世就有通話記錄 蛤? 這也是僱用的嗎? 而且普世還有給他100萬的匯款記錄 OMG 做得很不乾淨 哈哈哈哈 而且更奇怪的是呢 爸爸的診斷紀錄看起來 他不是在車禍當天送去醫院 而是在車禍的隔天才送去醫院 可是正常來說 大部分自己的爸爸或是媽媽出了車禍 一定會叫他先到醫院檢查 因為你要當天檢查才有可能拿到保險金 就避免爭議 結果他居然是隔天爸爸才去這個醫院檢查 警察查完這些現有 他立即可以查到的情報的時候 他覺得這一切都很奇怪 可是這些都不能說是證據 但就只能說很奇怪 警察他現在就開始需要找證據 不管是找雇傭殺害爸爸的證據 現在只能確定說事情有通電話 然後有匯款 那媽媽的這個部分呢 他們就找到了一個行車記錄器 有拍到來報案的那個人 跟他扭打的畫面 但是比較奇怪的地方是 扭打的現場居然還有一個女性在床 現在是媽媽 在現場跟他們一起演練怎麼殺自己 什麼 是不是很殺業 爸爸是為了拿保險金 是為了拿保險金 也是為了拿保險金 是媽媽跟兒子共謀 去僱用一個人 來殺害自己 讓兒子可以把保險金拿走 是不是很荒謬 這保險金是有多多啊 媽媽是跟兒子說他自己身亡的話 有6億6千萬的保險金 金氏不是說有練習兩次嗎 怎麼撞媽媽的演練 但金氏就撞不下去 現場他們就開始吵架說 你不殺我媽我就殺了你 然後開始扭打的這個現場 就被拍到 然後他們等到第三次正式的 真的要上場了以後 媽媽當天呢 她就是很緊張 當然自己要死了 這種事情也很緊張 所以媽媽就到附近 去喝了一些酒 結果媽媽因為喝得太醉了 她本來應該要站在左邊 媽媽站到另外一邊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死刑的方式是 媽媽要去醫院照顧爸爸 因為爸爸後來住院 過程裡面發生車禍 是他們的計畫 爸爸出車禍沒有過世 沒有過世 第二次呢 也沒有成功 第三次他們就轉移正義地到普航 是兒子跟媽媽分開出發 然後金氏呢 他後來要再出發的時候 他因為太害怕 就是這時候落跑去警察區的 然後我現在就要講 這個超級無敵敗家子的故事 他真的超級無敵敗的 爸爸他當初的車禍 就是母子兩個人一同氣化的 就是因為媽媽知道爸爸廣生的話呢 有兩億五千萬元的保險金 所以就共謀要把爸爸給殺了 重點是這個爸爸 他本來是一個 很多房子的房東 就是他們家其實 家裡的狀況非常的好 他們家就是靠收租過生活 但是這個兒子他想要創業 爸爸呢 就把房子給賣了 讓他去創業 回來了以後 他不但把那些全部敗光 還有三億元的負債 是不是很傻眼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兒子居然又因為要再婚 還不是要結婚是再婚 他就回來跟媽媽說 他需要買房子 所以跟媽媽兩個人一起密謀 從爸爸開始殺 殺爸爸失敗了 所以媽媽就跟兒子說 那你就殺我吧 好神扯的內容啊 是不是 我們不是有講說 爸爸他出車禍當天沒有去醫院 然後隔天才去醫院嗎 其實是因為在當天出車禍完了以後 爸爸沒有現場死亡 所以呢 他們把爸爸載到附近的空地 打算再撞爸爸一次 但是爸爸不想死 所以爸爸就拖著他受傷的身體 往山裡面拚命的逃竄 最後爸爸才會隔天汝圓 整個過程 爸爸都知道自己現在就是被家人設計 但是爸爸基於是家人 所以爸爸也沒有要報復 哦 你說是不是敗家子 他爸媽也是神策欸 金錢至上的一個家庭 這種兒子趕快上去坐 然後到底在幹嘛 然後呢 他雇用了一個司機 崔氏這個人去撞他的爸爸 崔氏為什麼會答應這件事情呢 他不是要再婚了嗎 他就說 我爸爸強暴了我的未婚妻 所以我沒有辦法原諒我爸爸 所以麻煩那個崔氏 幫他殺了他爸 崔氏才會覺得 哇 慘絕人換老頭 然後才會去殺他這樣子 然後殺媽媽沒有辦法用自己刀 最後呢 他們被以 殺害直系親屬 教唆殺人未稅 保險詐欺等罪行起訴 兒子被判了八年 媽媽被判了五年 金氏被判了三年 但緩刑五年 就是不用坐牢的意思 但兒子被判了才八年 才八年欸 他出來就可以再殺爸媽 一開始覺得 顧凶殺人就是為了要保險金 這種案子好像還蠻常見 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聽到 被害者一起加入 對啊 殺我然後把錢拿走這樣子 開心得過你的人生 這真的太妙了 這到底生到這個兒子 這個人要說些什麼呢 真的有夠衰的 覺得這案子真的太離奇 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這是為大家所準備的案子 然後另外有個案子 因為太多人跟我敲碗了 但是這個案子其實沒有什麼內容 大概跟大家說一下 沒有內容到我腳底沒寫好 你開了一個檔案裡面是空白的 好 另外一個案子呢 就是最近韓國有個YouTuber 叫做 Pio Ye Lin 有興趣的話 我們去查一下 這個YouTuber呢 自殺的新聞 因為他在韓國標題很聳動的 就是 黑暗榮 真實版的女主角自殺了 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去年10月份的時候呢 Pio Ye Lin 他平常自己在YouTube上面 就很常分享 他小時候在學校被校園暴力的事情 內容包含他被抓去 鴨頭喝馬桶水啦 學校裡面坐得好好的 就突然踢他的桌子 讓那個桌子撞到他的肋骨啊 動不動就被拳打腳踢啊 等等這樣子的內容 他在他YouTube內容裡面 就常常找一些 校園暴力的受害者 一起訪問他們 後來也有在接受 像是PDBG啊那類的節目 訪問這樣子 就是有關於校園暴力 算是一個 出身蠻大的被害者 然後他也成功的 在青瓦台這邊連署 要把校園暴力加害者 可以告的那個時間 限制解除掉 還沒有過 連署成功的話 後面還有漫長的路 他有成功連署這件事情 校園暴力的加害者呢 等到我已經成年了 等到十幾年以後過去了 我還是可以告他 取消這個時效 所以他算是一個 對於校園暴力的被害者來說 算是一個蠻指標性的YouTuber 可是他自己在 初來出身了以後呢 當然就會有 非常多的網民的聲音 哎呦都是在秀啦 演戲啦 你瀏覽量賺得不錯吧 這種聲音 整天說自己憂鬱症 嚴重要自殺什麼的 這種都是在做秀啦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對於網紅或是YouTuber 其實都不是算是很友善的一個環境嘛 就很多人都會覺得 他就是為了點擊率 為了瀏覽量 他其實本來 身心狀況不是很健康的狀況之下 然後又有別的頻道 不是網民而已 有別的頻道主 也有拿他事情來討論 那個頻道主後來被攻擊的很慘 在這個女生真的自殺了以後 就是有兩個頻道主 有一個頻道主 我覺得他講話的方式是 他想要公道一點 就是他說 你們不能一面倒 只聽他的說法 事實要求證 折回去看Q彥令他當初的紀錄片裡面 製作單位是有跟他當時班上的同學求證的 他們當時鎖定三到五位的加害者 裡面的同學都指出來嚴重性 到底誰比較嚴重等等 製作單位是有收集蠻大量的數據的 加害者就會講一些他沒有做這些事情 或是他不記得 我有看到另外一個YouTuber 他的立場就是講說 不能單方面只聽一個人的說法 就去懲罰三到五位的那個加害者 因為有人把加害者 肉搜出來 公布在網路上面 導致於裡面有 我記得是疑問 他就整個失業 他是在一個髮廊裡面 然後就被切割這樣子 髮廊就是說 因為他影響到我們的 髮廊的生育品 甚至於可能還要告那個人 那所以就有一些其他人就會想說 你們怎麼知道 佩洛琳是不是出來作秀的啊 甚至於比較惡毒的人就會講說 可憐之人被有可惡之助 你們怎麼知道他當初是不是真的有做什麼事情 那佩洛琳他的立場就會覺得很委屈 根據班上的同學立場來說 真的不知道他被那幾個女生 校園暴力的原因 真的不明 佩洛琳在整個紀錄片裡面 也是一直在問這些加害者 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們需要這樣對我 但最後就是沒有問到 佩洛琳在這個龐大的壓力之下 很多人在講他這件事情的之下 我覺得他病情很有一點失控 他最後自殺以後 吸水裡面找到他屍體的同時 晚上他的YouTube影片上架了 然後那內容就是他的遺書 他承受了這些壓力 然後這說要他作秀的人 如果我真的死了 你們就會相信我這不是作秀 你們就會相信我 我這輩子因為校園暴力 受了多少的苦 大概這樣的內容 那這就是這個案子 大概的狀況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做很detail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網路上面 基本上資料已經在刪了 之前被公開的資料 被他指控的那些YouTuber也都在刪 他的內容沒有藏到說 有辦法做一個特輯 內容沒有detail到那個程度 我還是想要拿出來講 是因為這個案子很多人問我 其實佩洛琳並不是一個非常大的YouTuber 訂閱戶大概只有兩三萬 但接受訪問的那個documentary 那邊是真的蠻多人看的 韓國的校園暴力事件 我覺得是一個蠻難處理的事情 因為那個年紀的青少年的心智年齡 就是不成熟 不管是加害者或是被害者 被害者沒有辦法承受加害者 然後加害者 他們最常講他們覺得 只是開玩笑 覺得這件事沒那麼嚴重 好像都是長大以後 或是說自己那時候很年輕 等等的這種 然後我們這些立法的人們 有能力保護他們的成人們 思考邏輯 我覺得已經跟青少年完全不一樣了 成年人立出來的法 或是立出來的協助方式 一直都幫不了青少年 因為那個世界跟那個思考的邏輯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校園暴力 這個感覺還會再走一段時間 在韓國立法方面 那以上呢 就是為大家所準備的這次的內容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分享很有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對 開啟小鈴鐺 我是台灣妞 恭喜拿 掰掰 然後媽媽還說快點殺我快點殺我 這什麼荒謬 很荒謬 打算再撞爸爸一次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病狂的笑聲 然後發現全程麥克風門開了